穿在黑色上衣的蔡姓男子 戴著安全帽腳樓被警方戴上警車 他全程低頭不乏抑鬱 跟吃刀搶超商的兇狠模樣 天差地別 我說我沒有來 人也要用你拿著 他可能像我沒有錯誤吧 台中神鋼區26號 凌晨3點發生一起超商搶案 30歲的蔡姓男子 依四舊後缺錢花用 竟瘦吃水果刀 創進太太娘家附近的超商 得手1400元後討逸 很所有的客人每天幾乎都會來 看到你們的報紙的時候才知道 那個有沒有 怎麼長那麼像他 我告訴你不親吻 我會怕他們失敗 附近鄰居都很驚訝 因為蔡姓男子收門手錄 而狡猾的他得手後 夜怕被抓 於是騙妻子要回桃園看兒子 沒想到在汽車背上的過程中 被警方攔截逮捕 在短短7個小時之內 立即在這個苗栗地區 採握這個犯線 不到7個小時就被逮 蔡姓男子坦承犯 之說為了1400元實在不值得 警方更連帶查出她是命通緝犯 先前也因為強盜罪被判刑兩年 但這些前科她的妻子 通通都被蒙在鼓裡 好好的丈夫變成通緝犯 連這次回桃園都是為了逃亡 實在讓她措手不及 接著黎鵬中山景全台中 採訪報導